今天有個畫面讓我非常非常震驚 這震驚是什麼 這是東莞的失業青年駐水館度日 你仔細看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她的頭髮是有打理的 她的衣服是乾淨的 她的穿著坦白講當然不是多正式 可是顯然不是破破爛爛的 表示她曾經是有工作的 甚至連這個你看穿牛仔褲布鞋穿Polo衫 這些人就是有工作的 她不是流浪漢 現在全部都淪落到住在這種工地裡面的水館 到底中國經濟發生什麼事啊 昨天的熱搜我們有跟各位說 說東莞有人住在水館裡面 那時候很多人還說存疑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把整個網址 這個大家可以去找 這個都有資料 但這幾年東莞只能說詩不我語 其實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本來要講的故事 我現在快速的說一下 台灣的保存之前有一個 他們有一家公司在香港叫育員是上市公司 所以台灣的台中有一個育員花園酒店 這個來龍去脈是這樣 育員花園酒店是育員的 是保存的 是保存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言歸正傳 大概在快十五六年前那時候 保存在人最多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去是八萬人 還沒有到最高的十二萬人 正好你知道嗎 進去八萬人單單吃一個午飯 都跟打仗一樣 他們滷雞腿用天車掉 然後炸排骨呢用自動的排骨機 那個時候是中國經濟最強的時候 可是這兩年呢 跟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人都在撤退 那很多人都在撤退呢 東莞這個失業青年 去駐水館度日 這個到底是在拍YouTube 還是事實是怎麼樣 那現在很簡單 這個留言目前在國際上 十多萬人看了 這個我們都可以曉得了 但現在呢 中國我們來看 這個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Amazon退出中國了 Amazon退出中國了 我認為他自己是認輸啦 為什麼是認輸呢 我們其實很多人都會常常說 哎呀都中國不好等等的 其實也沒有 我們現在跟各位談說抖音 它的整個能量有多強喔 你知道現在抖音賺的錢 已經超過了阿里巴巴跟騰訊了 你知道嗎 超誇張 抖音在2022年的財報 很少人去看 你去看新加坡的財報 他們的營收是3300億人民幣 是 獲利之高的 所以呢 現在中國我們仔細來看喔 上個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是 美國人最愛下載的五款APP當中 有四款是中國的 只有一款是美國的 那現在下款當中呢 有些是快時尚 例如像天姆 天姆的話 他的後台是中國的拼多多 那他現在就是 我快時尚 我便宜 而且呢 我讓你包退 那美國年輕人呢 1.5億人 他就在裡面坐啊 所以亞馬遜在美國 在歐洲 攻城略地 在中國吃虧啊 是 但吃虧呢 亞馬遜吃虧好 他離開 但現在呢 中國最大的一場殺戮戰場 電動車內捲 為什麼呢 電動車從今年的三月份開始呢 好多的訊息超乎大家的想像喔 各位你們知道那個電動車大內捲 現在誇張到什麼地步嗎 現在的電動車很簡單 及格線就是你一個月銷售要2萬台 現金流要有 然後之前呢 好多人呢 哇 都雄心萬丈嘛 對不對 哎呀 我海南 我山東 我湖南 各位你要去想喔 山東一個省超過1億人啊 消費能力很強對不對 好多喔 山東雷丁之前一年可以賣60多萬台車 是 三四月宣布破產 超誇張啊 所以呢 目前這一波電動車的一個大內捲呢 上百家的車廠都已經震亡了喔 那現在震亡完之後呢 很多人都說 那震亡都抬出去就好了嗎 沒有 各位 震亡現在問題才在剛才開始 最近的海南的那些所謂的 網約車司機在抗議 那為什麼在抗議呢 我的車沒人保養啊 我的車後續沒有辦法桌 我買了後續就沒有人 人家公司買單了嘛 人家倒了嘛 那你要怎麼辦呢 好這是我們就 其實電動車我們就先談到這邊 這次中國祭的整個美光的一個禁令完之後呢 其實外商很不安全 那外商很不安全呢 現在呢火車可能真的要對撞了 這邊有個新新聞是 中國莫名其妙就說我要封殺美光 然後為了要幹嘛 報復美國並且扶持中氣 對 所以你說因為美光是非常非常重要做低倫的嘛 對不對 欸美光這麼重要國際級的公司 而你中國這麼缺低倫 你說殺就殺 沒有這個這件事情我倒是要仔細來說明一下 美光的生意呢 美國區占50% 台灣占20%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說過 AI晶片上面燒的那8片通通都是美光的 因為規格比較合 那中國占它11%對不對 可是呢還有一些重點 現在呢燒在晶片上的不抵制 燒在家電內的也不抵制 所以呢美光昨天他們財報有出來說 因為股價往下跌嘛 當然公司財務要出來說 他們就說呢 目前大概是影響各位數 所以美光呢 會傷一點皮 但不至於傷金凍骨 但長江實業 長青實業 可能就會傷金凍骨了 為什麼呢 美國會列入實體清單 那列入實體清單是什麼呢 一家都不能買 你搞我的美光 我就動你的長江跟長青 之前各位還記得那個硬碟廠嗎 硬碟廠好不容易做了7億美金 美國一口氣給它罰了3億美金 你不白搞嗎 所以之前已經殺雞井猴過了 列實體清單 不能夠搞就不能夠搞 但沒有想到今天最重的這一拳打出來了 各位還記得之前 張中某董事長說什麼嗎 張中某董事長曾經說過 全世界所有的所謂的半導體產業 只有100家上游的供應 那這100家的上游供應當中呢 包括了美國 日本 包括了韓國 包括了台灣 包括了荷蘭等等的 德國這個都有對不對 這100家當中 我先跟各位說 我日本佔最多 日本佔大概40家 然後日本佔了40家呢 請各位注意喔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門道喔 今天當日本的經濟產業省 23日宣布說 限制管制23項半導體的技術出口的時候 我先跟各位說 中國的半導體會玩了 對啊 全世界最重要是100家 日本佔最多佔40家 這40家當中有23項 23項都是很重要的 難怪昨天中興會突然間雙手投降說 我14nm不做了 我現在把萊龍器賣全搞懂了 這都卡脖子的技術 沒有錯 就全搞懂了 然後呢 現在呢 我最後要做一點收尾的 有點時間來談政治這一塊喔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談喔 我上次去抓到最新的是 A800型喔 是目前揮達特別賣給所謂的中國 我們叫閹割版 低階版的所謂的AI生成器喔 上個禮拜各位多少錢呢 10萬人民幣 大家已經哀哀叫了 一片10萬人民幣 一片10萬人民幣 沒有沒有 你先不要哀 等一下 到這個禮拜 到這個禮拜 不是封美光嗎 封美光之後各位 25萬2000人民幣 等一下 我整理一下 輝達為了要進中國市場 特別做一個比A100更爛 但是數字比較大 叫A800 是一天哥版比較爛的 它的建議零售價是6.9萬人民幣 沒有沒有這個是 V800本來是4萬 對 建議零售價是4萬 對 昨天是10萬 上個禮拜是10萬 然後現在是25.2萬 超誇張 先跟各位說 我們投資這個就好了嘛 所以很簡單 很多人說要投資什麼呢 全世界其實做AI 四家公司 NVIDIA 台積電 創意 世新 其實不太難